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千天了 那克公確實現在看起來是有提出一些停戰的方案 所以可能會有往這樣子的一個方向來走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是來自於 他很了解克公的這個消息人士透露 說普丁啊 他對於和川普討論停火協議是持開放的態度的 但是他不願意有任何重大的領土讓步 他特別提到烏冬的四個地區 在地圖上我們特別來看到這四個地區的劃分 他認為是還有這個談判的空間的 好這四個地區畫面上我們看到這個黃色的地圖 特別圈起來的幾個地方 包括了頓內茨克、盧甘斯克跟扎波、羅勒跟赫爾松 都是普丁認為說 欸接下來還可以在這個土地的劃分上 多一點點的空間的 那另外呢 剛剛提到了說普丁的這個和平方案嘛 那克公的發言人也直言說 俄國想要的和平方案 其實呢就是2022年3月 當時為伊斯坦堡合會準備的提議 作為基礎的 那這當中他對烏克蘭就有非常多的要求 然後或者說 欸烏克蘭你的軍隊啊 必須要銳減你的軍隊的人數、數量 然後政治立場上你得保持中立 不加入任何一方區域聯盟 重點是絕對不可以部署外國武器等等 那烏克蘭就認為說 欸你俄羅斯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等於是阻斷了呢 我們日後可以加入歐盟或者是北約的一些機會 還會進一步削弱烏克蘭的國防 只會讓俄羅斯更容易去準備下一次 來全面的進攻烏克蘭 烏克蘭覺得這件事情並不公平 那我們要來特別看到這次克公拋出的停戰協議 欸看起來終於是比較具體了一些了 在可以說大規模俄羅斯發動大規模攻擊前 這個停戰協議委員您如何看可行嗎 每一個停戰協議幾乎都不可行 因為雙方面沒辦法搭著協議 結果沒辦法所謂的和平協議 既然沒有和平協議的話 就只能有往下降一步叫停火協議 或者甚至更往下降一下 簡簡單單的戰場協議 那戰場協議就表示我隨時可以開動戰爭 但是我們先以這個東西 把兩方面軍隊隔開 那個叫戰場協議 那停火協議就是不再打了 那和平協議是我們永遠不再打了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三個城市來看待 沒有錯啦 2022年3月的醫師談保會議 的確有達成和平協議的草案 後來是美國總統拜登不同意 這個就胎死腹中 就開始進行打 從2022年到現在2024年 烏克蘭的慘狀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千金難買早吃到 所以只能這麼蓋蛋 烏克蘭自己的悲慘命運 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你說俄羅斯要求這個東西 也許烏克蘭面子很掛不住 可是畢竟實力還在 現在是實力不在要面子就很困難了 所以這個普丁現在開出來的 這四個州的精確劃分 什麼精確劃分 其實普丁的方案根本就是到地內 薄荷案 沒有什麼精確劃分 不精確劃分 那現在正在努力的進攻當中 你未來要談判的時候 他一定是邊打邊談 而且談談打打打打談談 俄羅斯不會停的 因為現在烏克蘭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力氣 你即使美國跟歐洲還要再花這麼多錢給烏克蘭嗎 也是力有未代 只能把老舊的武器給他 在接下來如果普丁真的有核威者方案 而且不要到了真正用的時候 就直接了當派兵去轟炸波蘭的美軍基地 或者轟炸這個德國的這個美軍基地 那下一波他在說你再來我就用核子武器攻擊你 這是一個普丁的兩階段的運作 我先攻擊你用常規武器攻擊你看你的反應 因為你用用你的常規武器打我嘛 我用常規先攻擊你 如果你反擊我叫核主席就出去了 大概是普丁目前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在談判上是很有用的 就會逼美國 如果真的想要撤軍要停戰的話 美國就會逼烏克蘭賦更大代價 其實也不是逼烏克蘭 烏克蘭談判也這樣 除了哲倫斯基那張嘴巴還沒死 好像死光了啦 所以也沒什麼好談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是美俄兩國在角力當中 那到底美國那麼賺到便宜 因為川普急著要脫離俄烏戰場 要專心在這個以色列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 目前只要扶出台面的停戰方案都不可行 因為俄羅斯的進展攻擊速度 正在加快當中 好所以看起來兩邊的落差 俄烏的落差在談判上面 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不過接下來確實 川普他是很想要趕快停戰的 那剛剛我也特別提到說 這個克工的消息人士 他不是說了嗎 他說普丁對於和川普討論 聽我協議支持開放的態度的 那羅斯怎麼看這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是只有川普可以來解決嗎 普丁現在是塑造一種 他只跟川普談的一個氛圍嗎 我們都有聽過川普說 我一天之內就能解決 那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我們要等到1月20號才知道 因為他1月20號正式就任 對不對 但是不管是川普和普丁 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美國可以向烏克蘭施壓 怎麼施壓 不再提供武器 真的是帶給烏克蘭很大的壓力 戰場的壓力 但是美國也不能向俄羅斯施壓 因為美國也沒有提供俄羅斯武器 然後美國已經制裁 可以制裁就已經制裁了 所以其實美國方面 對俄羅斯某個程度上 只能使出善意 比如說解決一些制裁 那普丁、川普也都知道 而且川普也有 我相信到時候 會說到他的團隊 就是外交國防裡面的團隊 他們會向川普總統施壓 一直說我們真正的敵人 不是俄羅斯 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要趕快解決俄武戰爭 然後把更多的Focus焦點 放在印太地區跟中國大陸 剛剛Ross幫我們提到 現在Focus還是在中國大陸 時空焦點確實跟當時也不一樣 川普這次第二任回去做白宮 他跟普丁之間的關係 有所改變了嗎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川普一直說 我跟普丁 我很合得來 有交好朋友 其實他對很多人這樣說 習近平、金正恩 都有這樣說 但是他真的認為 他個人跟普丁 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 他真的認為我跟這個強國 一個powerful country的領導人 我都合得來 所以我相信川普他說我一天之內 這個不是他炫耀或亂講 他真的相信他一天之內能解決問題 會說服兩個國家 穆克蘭跟俄羅斯打成至少一個停火協議 暫時的停火協議 但是我相信到的時候 就是明年1月20號之後 他一定會向 史林斯基總統施壓 而且史林斯基到時候是沒辦法拒絕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會說 你不參加和平談話 你不回到和平談判州的話 就沒有再給你武器了 所以真的不是普丁會受到川普的壓力 史林斯基會受到川普總統的壓力 好 所以這場戰爭如何停 就是考驗著接下來領導人 他們的政治的智慧 不過我們也來看到第一線戰場上 這個武器的部分 接下來普丁他還有哪一些實質的策略 剛剛說了這個核武會不會打 接下來都要看普丁他怎麼做 不過他其實不一定要用上核武 因為他的其實目前看起來選項還是有非常多的 他有什麼選項 我們今天要來看到的就是這款武器 這是由俄羅斯軍備製造局生產的 畫面上我們看到的這一款是伊斯坎德爾發射器 好 稍微了解一下 他能夠攜帶兩枚的導彈 然後配備各種常規武器跟核武器來做攻擊 而且他的這個圓蓋率非常的低 等級是落在30到70米之間 如果配備自導系統的時候是更精準了 5到7米 那射程的部分 從最低可以達到50到最高可以達到500左右公里 那衍生出了核彈頭 同時也能夠選擇搭配的是核彈頭 我們請教賴老師如何看這一款武器的戰力 為什麼都還部署到這個白俄羅斯的部分 他原本就有賣到白俄羅斯 他有賣給這個亞美尼亞或是阿爾及利亞 他都有賣 而且他事實上這款武器在戰場中 也已經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了 例如說當時俄羅斯打喬治亞 大陸分成戈爾吉爾 那麼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這已經用過 敘利亞內戰也用過 還有亞美尼亞跟亞撒拜然那麼互打的時候 也用過這款武器 在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中 俄國也有用過 這款武器它的彈頭比較重 它有480公斤到700公斤可以裝這麼重的彈頭 而且它飛得比較遠 另外它飛得比較快 它可以飛到超音速 就超過一馬克的一個音速 由於它是一個彈道導彈 拋物線的原理 所以它是短程的 飛得又快的話 你要發現它 到把它攔截比較困難 所以它的殺傷力跟威懾力就比較強了 它不只可以裝 就是你剛剛講的極速炸藥 就是空爆型的 那麼炸比較大的面積 它本身也可以裝核彈頭 它也可以裝電磁脈衝 所以它在過去的戰爭中 有打掉過這個愛國者2跟愛國者3的這個紀錄 換言之以說它的電磁脈衝 可以使這個I2 I3 它們本身的這個雷達系統受到癱瘓 然後它再進行攻擊 您剛剛講的它如果透過衛星 透過製導 甚至透過無人機的導引 甚至透過間諜 也就是特工人員 那麼滲入到前線的時候 炮兵他們觀察 然後給它定點 指引它 它的精準度會更高 甚至到3米4米左右 所以它這款導彈 基本上是好用的一個武器 陸軍所使用的 為什麼俄國突然間要展示這個武器 而且要在白俄羅斯 其實它是已經有釋放出信號了 也就是說 它等於是不排除它會用核彈頭了 也就是說普丁他在這段時間內 一直在做動作 就是說我可能會用核彈頭 而這個核彈頭 是戰術性的核彈頭 是你沒有辦法攔截的核彈頭 那問題就還是來自於是額詐還是違則 那如果說你相信他了 你害怕了 所以你把你的戰場把它局速度 你給烏克蘭的武器 你又把它限制住 那這樣的話威責就產生效果了 可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已經開始在踩你的紅線 而且踩那麼一點點 就看你怎麼回應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就要看普丁的下一個動作 普丁的下一個動作 如果說他回應了讓對方痛 那對方可能就會想說你在升級了 你是真的會使用 這個時候威責又產生效果了 所以額詐違則是不斷地在玩 但是我覺得人類的愚蠢是玩到最後 就一巴不可收拾 烏克蘭如何看 這個他突然間可以用這個ATS CAMS來攻擊俄羅斯境內了 根據俄羅斯的新核武理論 烏克蘭使用他的西方非核武的飛彈 攻擊俄羅斯 他可以招致核回應的 如果世界都論定了 普丁只是指老虎 不會真的發動核衝突的話 那莫斯科接下來要維持 他的威責力他到底該怎麼做 委員如何解讀 看到在11月19日 這個烏克蘭用長城飛彈 來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其實我心中只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我認為 在人類本世紀 最大的兩個爛人政自家 一個就是拜登 另外一個就是走人司機 他們兩個的所作所為 為了自己的盤算 完全極有可能 把人類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甚至直接就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那麼就拜登來說 他當然是一個老模生算的老狐狸 他有他的盤算 他的盤算是什麼 第一 他不希望讓川普 這麼容易的解決俄烏戰爭 如果川普一上任 俄烏戰爭馬上就迎刃而解 這對川普來說是個大家分 而拜登不願意見到這件事 所以呢 拜登一旦同意烏克蘭採取所謂 長城飛彈攻擊俄羅斯的時候 這場戰爭在未來的兩個月 可能就陷入了另外一個局面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等川普1月26號就任 然後他才要來解決的時候 恐怕就已經不是川普能夠應付的狀況了 第二個 拜登的盤算是認為 反正後果不是他承受啊 大家想想看 今天俄羅斯如果真的要採取了這個核反應 做戰術核武好了 他的第一個選擇可能是烏克蘭 他第二個選擇是歐洲啊 他第三個選擇才打到美國去 所以對美國來講 干他家何事啊 反正這個利益他拿了 出了事的是烏克蘭去扛 是歐洲去扛啊 所以我看到馬克宏的回應 我都快笑死了 那法國怎麼會有馬克宏 這種250的政治家呢 就是這些政治家所做的 這些選擇跟決定 你就會把整個歐洲推向戰火的 到底干你什麼事啊 這明明是拜登自己做的決定 你就讓拜登自己去承受就好啦 那麼第三個 對這個 這個拜登的盤算是認為 他覺得普丁可能是紫老虎啊 他在測試普丁的這個忍耐的底線 因為目前為止 美國所提供給烏克蘭的這些長城飛達 他的射程是有限的 雖然叫做長城 不過沒那麼長城 所以呢 他能夠打到的這個俄羅斯境內 事實上對俄羅斯真正重要的 軍事設施的威脅是極為有限 特別是現在這個俄羅斯的戰鬥機的這些基地 其實都是在這個飛彈射程之外的 所以呢 美國就認為說 我現在同意烏克蘭幹了這件事呢 也許你普丁會忍下來 因為其實也沒打到你什麼重要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我就可以繼續的來踩這條紅線 繼續的把你普丁逼到牆角嘛 所以其實拜登所打的算盤 完全無故於烏克蘭人民的安全 也完全無故於歐洲的安全 更不要講說 完全無故於地球上所有人類 莫名其妙的要去面對一場 第三四季大戰的問題啊 嗯 所以剛剛委員幫我們看到 這個拜登他的態度堅決 不過其他的國家 尤其是英法 現在看起來是有可能在跟進的 那只有德國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堅決反對 要提供他們的這個武器 那請教上司哥如何看 接下來英法德會怎麼做 在武器方面 那如果他們真的做出了一些 比較大的動作 俄羅斯會強打這些國家嗎 首先現在有關於那個美國能夠 美國方面能夠讓烏克蘭用的武器 其實還是有限 這些飛彈它沒有辦法無止境供應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當中 大家都在看這個暴風引飛彈 法國現在很可能會提供數十枚 主要就是說 首先看這暴風引飛彈 這個飛彈是這樣子 它是掛載在空中 或者是在船艦進行的時候 它可以發射的 所以是攻擊性的飛彈 但是你說很厲害嗎 它大概0.8馬赫 射程大概250公里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攻擊力道 但是跟我們剛剛前面 當然你這邊提到的 包括德國的金牛座 巡弋飛彈來種 還是有一點差距 金牛座是更厲害的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各國當中不太一樣 難以想像的部分就是說 法國作為過去那麼不跟隨美國 法國那麼多外交政策 甚至早期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是非常有所保留的 只不過就是說 馬克宏後來跟普丁 當然是大家就有點鬧翻了的時候 特別對於和平方案 所以你就看到法國現在怎麼回事 怎麼會對美國當中一步一區 而且主要最低級的部分 馬克宏還讚美 拜登說他做這個部分 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明智的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很難想像 但我們相信各國可以看到 完全不一區 就如同剛剛提到的 除了烏克蘭戰爭 接下來不論有沒有核彈 真正巨大的威脅其實是北約 首先我們看一下最近 真的是在瑞典跟芬蘭 都在舉行軍事演習 還有防空演習 各位 我在瑞典的朋友就告訴我說 他們現在被發了 每個人都被通知電子黨 手上都發了那個 防空逃難的那個新手冊 我還叫他發給我 我還要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們以後自己台灣也可以用 他們現在已經也在進行 就是說你看歐洲整個氛圍 其實是緊張的 來看 剛剛講英國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 它是不是在等美國的部分的看法 看起來 但是英國 以英國跟法國這個速度 就表示英國其實有所保留的 我們看到同樣有這個暴風引飛彈的 其實還有義大利 因為這暴風引飛彈 他也是歐洲的NBDA 這家工資做的 也就是他在歐洲生產的 在歐洲方面其實很熟悉 而且得套用來套用去 義大利也說不提供 義大利也很保留 德國現在看起來是最保留的 我認為現在大家在觀察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拜登允許這件事情 究竟對於烏克蘭的戰爭這件事情的後座力 兩個月真的可以變化很大 也可以到走向極端 但是大家就在當先前所有的歐洲北約國家 都在等就是看接下來是川普了 大家都在準備要應付川普 可是現在拜登最後回馬槍來這麼一招 他們現在其實都是各自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所以他們有統一口徑 而且目前蠻重要的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你沒有聽到北歐或者是歐盟方面 開始召集起來 研究一個北約跟歐盟的共同態度 現在看起來是因為很緊急 所以大家是零星破碎的 每個國家就各自的國家利益部分在做評估 所以看起來我認為是 整個的部分的發展上 德國已經很明顯了 他一定會保守到底 看起來一定是這樣子 他不會捲入這場紛爭了 而且現在德國內部本身的選舉的部分的麻煩之處 在野黨部分其實是很強烈要參與烏克蘭戰爭的 所以這就使得現在德國自己本身 消失的部分的保守度更高 所以我們現在看待不只這個軍事運動 每一個現在在烏克蘭戰爭 接下來要被捲進去的 有沒有現在內部包括選舉 包括政黨的衝突 那麼這個部分肯定會拉扯到各國內部的決定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國家 現在各國的口徑不太一樣 但是絕對來說 整體來說 整體的氛圍是非常非常緊張的 接下來這場戰爭怎麼演進 我們也會持續來看到 接下來普丁會怎麼做 然後我們也等一下來看看 現在歐洲國家各國領導人又怎麼說 先來看到路透社的報導 說是來自於全球安全智庫 這位研究員他是 新資 他根據了幾份資料來做一個統整 首先是俄國媒體 另外他還根據了這個冷戰時期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文件 還有衛星影像來做一個分析 他認為說俄羅斯現在呢 正在對他的固態燃料飛彈引擎的五座設施 來進行大規模的擴建 這就代表了克工他現在呢 會來大幅提升他的飛彈產量 也就是說這個戰士可能會持續的推進下去 另外最重點來了還有就是外援的部分 北韓他提供他的兵力 目前已經達到一萬多名 這是來自於美國情報單位的分析 那接下來還有可能提供的是十萬大兵 說會以分批的方式來補充前線的兵力 和烏克來作戰 我們現在來看到上述的兩個報導 再加上剛剛我們不是提到了嗎 俄羅斯他現在其實正在自建的 就是他的避難所 防他的那個核外泄等等 那華乾哥怎麼看 離這個川普正式上來兩個月的時間而已了 川普說他要馬上的終結戰爭 現在看起來還有可能嗎 俄羅斯他正在不斷的推進戰事 你怎麼看 叫你不要打到俄羅斯境內 你真的打進去了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底線 你打進來的話俄羅斯 我跟你講 至少面子要顧一下對不對 六枚ATA CMS 打進來現在只有一個報告 打中一個軍火戰 那俄羅斯的防空系統不是很高效嗎 攔截下了五枚 拜託 我要再提醒各位 一枚陸軍戰術飛彈 要價100萬美元 那是美國賣給烏克蘭的價錢 便宜一點 我們台灣才剛剛拿到這個飛彈 那個價錢絕對比這個貴得多 所以我說今天對於這個 俄羅斯的攻擊行動 烏克蘭我覺得 六發中一 那是一個失敗的事情 好 現在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普迪已經對暫時使用核子武器的規定 他已經有新的版本出來了 對 他相應的措施他現在馬上就做給你看 我有移動式的防空避難所 就叫Cup M的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他能抵禦核生化攻擊 48個小時 而且他可以接地下水 他要部署在動員區 冰凍的草原 動員區 他要部署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民眾大量疏散 簡單來講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加固型的貨櫃 加固型的貨櫃 非常簡易 但是非常的專業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的設施 一應俱全 可以一次讓54個人在裡面 待上48個小時 然後等到援軍來搭救 好 這個是你說 這個幾乎已經是暫時的裝備了 那已經開始要部署了 但是另外一面 竟然普丁還下令 為什麼 衛星照到了 美國衛星拍到了 五個地方不對勁 四個地方不對勁 哪四個地方不對勁 就是原來在冷戰時代要生產主要的飛彈的五個地方 五個設施 動起來 動起來是要做什麼 動起來要再生產很多飛彈是不是 我可以告訴各位 俄羅斯 俄羅斯在今年底已經準備要生產總共四百萬枚的爆彈 那在飛彈上面的話大概有上千枚 到今年底上千枚 扣除損耗的話 還是綽綽有餘可以打你烏克蘭半年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看到這些數據顯示下來的話 我真的不太曉得說到底烏克蘭你能夠抵擋到幾十 而且最重要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 普丁已經升高他的核戰準備了 所以說如果美國再繼續供應ATSMS這樣的飛彈的話 那不要怪普丁不客氣了 20日當天傳出的 烏克蘭確實發射了多枚來自於英國製的暴風影巡弋飛彈 攻擊俄羅斯他的境內的相關目標 路透社特別點出 俄羅斯的戰地記者 他們在當天Telegram上面特別發布了一段影片 就是在記錄了當時這個導彈轟炸俄羅斯庫斯克地區 發出的這個轟天巨響 可以聽到至少發生了14次這麼大聲的一個巨大爆炸聲 另外還有一個同樣也是來自於Telegram的頻道的消息 是親俄的Telegram 這個是Two Majors 也說呢 烏克蘭向庫斯克確實發射了多枚 他這邊點出了12枚的暴風影的導彈 而暴風影他可能是第一次首次的用在了俄烏戰場上面 所以備受關注 他是一款英法聯合研製的巡弋飛彈 最大射程現在看到是250公里 比ATM、GNS再小一些 被認為是主要可以打擊堅固的掩體和彈藥庫的理想武器 那麼他的造價的部分現在看到是將近100萬美元左右 針對這一起攻擊 我們來看到各方來做一個表態 首先英國國防大臣希利還有烏克蘭國防部長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都拒絕針對這個攻擊來做任何的評論 這就很奇怪了 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英國甘願暴將的風險可能惹怒 普丁還是要發動這個暴風引飛彈來做攻擊嗎 那暴風引飛彈它在這一款戰力的部分 打擊力到底能夠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戰術效果 如果真的要打擊俄羅斯本土 為什麼只打庫斯克 艾老師怎麼看 首先我們看到這款導彈 它基本上來講可以裝極速炸彈 所以它對於地面的這些人員可以造成比較大的殺傷力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它如果裝這個鑽地戰 它就可以對於這些機堡 或者是對於這些彈藥庫 尤其是有兼顧防禦的彈藥庫 進行鑽地的一個攻擊 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它雖然是巡弋的一個導彈 但它的飛行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它不像一般的巡弋導彈飛得比較慢 它這算是飛得比較快 目前來講很有可能就是 英國提供給烏克蘭的這個導彈的時候 有把它的這個作戰半徑把它縮短了 因為它如果是在英國跟法國來使用的話 它的作戰半徑可以到500公里左右 所以它很明顯地去把它縮短 大概在25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 就是避免烏克蘭把這個武器 例如說往庫爾斯克的前方再往上推 那就會威脅到這個莫斯科的安全 那因此它在英國跟美國 他們提供給這個烏克蘭的時候 又對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也就是說你雖然可以打在俄羅斯的領土 本土內但是不能超過庫爾斯科 不能到莫斯科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戰爭升級 但是是有限度的一個升級 那這個部分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拜登要卸任之前 所送給川普的一個禮物嘛 就是說讓你來玩玩看 你到底能不能24小時內解決惡物的戰爭 我現在已經把戰爭升級了 那升級的目的在哪裡 在挑戰普丁 因為普丁之前他有提出來的是核威者 核威者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威脅我使用核武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我真的會使用還是不使用 可是你可以先判斷我會使用 那我這樣的一個目的是希望來嚇阻你 不要做這些動作 那嚇阻你不要來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你不要允許烏克蘭使用 你提供給烏克蘭的這些遠程的導彈 例如說美國來講就是ATA CMS 然後英國來講就是暴風陰影的這個導彈 或者是荷蘭丹麥的F-16戰機 就是你不要使用這些武器 那一方面也是威脅烏克蘭不要使用 也是威脅相關的提供的國家 所以他擺出一個就是核威者的一個戰略了 那俄羅斯他的核威者戰略是怎麼來實現呢 他怎麼來運用呢 他是透過他的外交部長 透過他的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透過他的國會的這個議會裡面來放出這個訊息 說一旦使用那這個戰爭就會升級了 這個就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俄羅斯的這個歐洲的戰爭的第三次的再發生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普丁的這個動作就等於是表明了 他可能會使用這個核武你信還是不信 你信了你不敢用 那他的核威者的效率就達到了 但是如果你不信你使用了 那這個就挑戰普丁了 普丁開始被挑戰了 也就是普丁要用還是不要用 如果普丁不用 那普丁就不是核威者了 這個叫做核額詐 就我騙你的 然後結果被你看穿了 所以本來普丁當天還簽了一個核武使用的標準 把它降低使用規格了 那意思也就是說 對於核武國我一定會使用 對於非核武國但是有核武國的支撐 我也會使用 那這樣的範圍就扣大了 可以在烏克蘭的本土 也可以在相關的國家包括荷蘭 包括丹麥提供給F6戰機的國家 我不排除我也使用核武 或者是美國有駐紮在歐洲的國家 然後那個國家它本身沒有核武器 但是美國有核武器放在那裡 例如說像德國像義大利 那俄國也可以使用核武來對付這些國家 好像範圍變得很大了 那好像俄國普丁可能會使用 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華爾街的股市就破洞了 就嚇到了 就說這個戰爭可能會擴大 結果再回頭看一下美國的五角大廈 說我們維持平常的一個狀態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美國跟歐洲的評估 好像就是說我們沒有要把核武升級了 那沒有要把核武升級 那現在等於是普丁是核而詐了 那華爾街股市又回來正常了 又開始正常的運作了 那現在球已經又丟到了普丁手中了 普丁握了這個球該怎麼辦 以現在戰爭打的一千多天 如果普丁的威望 誠信受影響 也就是所謂的戰鬥民族的戰鬥 不怎麼戰鬥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對普丁在國內的聲望會受影響 這個對於還在戰爭中的 俄羅斯的統治階層來講並不利 可是問題是在於 它只在於庫爾斯克這個地區 庫爾斯克是交戰區啊 那為什麼不能使用呢 因為不是在於這個交戰區 外新土地來進行打擊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普丁來說的話 他到底該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普丁在面臨挑戰 這也就是這個拜登故意給這個特朗普 給川普下一個套 看看你普丁要用什麼方式來反應 然後會不會把這個戰爭外溢了 然後再看看你未來的川普能不能接 如果是美俄直接衝突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把權力交給特朗普呢 交給川普呢 因為他還不適合來接總統嘛 現在的局勢還不穩定嘛 好 所以這個普丁接下來是何威哲還是何而詐 我們就要持續來關注 那剛剛特別提到 普丁他這個何威哲主要就是來反制 就是美國的ATMS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來自於英國的暴風影 這兩個現在目前都已經正式的用在戰場當中了 第三個就是丹麥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的這個 他的F16戰機 第二批說是19架會來慢慢做交付 現在是第一批已經6架交付了 那丹麥的首相也證實說 接下來一批一批都會持續的來做交付 我們看到烏克蘭現在有了西方的各種武器 那俄羅斯他方面又祭出了哪一些公式 其實在近期他的公式也非常的多 包括他動用了140枚他的飛彈 900多枚他的航空炸彈 跟600架的無人機 這樣子有稍作平衡這種劣勢嗎 而俄羅斯自己內部他的飛行員問題又有沒有解決 委員怎麼看 光靠6架F16或者19架F16 說要改變戰局這可能性是等於零 因為你這個19架也好 6架也好或者24架也好 這個是老舊的F16戰機 已經飛行了很久 包括丹麥交給烏克蘭都是老舊戰機 老舊戰機會有幾個問題就出現了 第一個烏克蘭有沒有足夠的維修能力 以及零件的資源能力 第二個烏克蘭有沒有足夠的戰鬥機 的飛行員 飛行員如果是失事或者被擊中了以後 要替代的困難度是很高 所以必須要有很多的備胎才行 再來就是說你F16在烏克蘭手上該怎麼用 第一個你要怎麼去突破到俄羅斯的空防 到俄羅斯的境內 或者戰場上去攻擊俄羅斯的軍隊 或者其他重要設施 這本身燃體就很高 因為F16不是一個太先進的戰機 第二個就是說你F16能不能像在 這個以色列的使用一樣 可以使用用來攔截飛彈導彈 以目前他們提供給他的這種 反攔截的這些導彈可能還有一點的問題在 所以我不論F16可以平衡 他目前烏克蘭手處的弱勢 而俄羅斯發動的大規模轟炸 現在只是在反映對於這個 Attack MS 就是所謂的陸軍戰術導彈 這一款導彈已經打到俄羅斯本土上面 給美國的一個答覆而已 至於說會不會產生核而詐 或者是核威懾 我覺得現在叫核軟弱 因為他信誓旦旦嘛 講得那麼大聲 有永和的國家 如果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打到我本土就似同作戰 我已經用核儲去回應你 沒有啊 那個五角大廈的漁服很輕鬆的樣子 他在波蘭也有美軍基地 在玻璃的美軍基地 那頂多就是害怕這個基輔的美國大使館被炸而已 美國大使館沒有什麼戰術的意義 你打個大使館就空房子 幾個外交官防空洞一躲就沒事了 那是象徵性的意義多於什麼 軍事上實質的目的 花那麼貴的武器去打一個沒有用的大使館 那實在太浪費了 所以我記得看下一波現在暴風影又開打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德國的金牛座會不會再來 可是剛才賴教掌對 現在牌已經回到了這個普丁身上 那普丁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的國內除了他以外 其他都主張用核主器 就他一個人不主張 所以當然他的權力很大 即使主張不同還不至於動搖他 所以他裡面就故意利用幾個文字條款 俄羅斯遭到極其嚴重的攻擊 那他說這還不是很嚴重啊 嚴重不嚴重是我認定的啊 不是有沒有被攻擊啊 那至於他要不要反擊美國 要不要反擊英國 針對美國英國發動反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疑問 很大的疑問 那如果他發動攻擊 美國英國要怎麼回應 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過只要第一顆核主器在歐洲開花 那全球股市都會大跌 然後這個美元會上漲 因為歐洲的資金會跑到美國去 然後全世界有一個國家會獲利 叫做中國會獲利 為什麼 你給我課關稅 你現在需要我的戰備物資啊 對不對 說難聽一點 從軍人穿的衣服到濕袋 通通到大陸供應 所以對於這個歐洲來講 就會跟美國都會陷入無比的困境 所以我只能說普丁加油 好 普丁會不會針對 接下來這個美英來做反擊 我們就要持續來關注 但是確實現在呢 不管是美國或者是北約國家 現在都非常的緊張 先是來看到美國 確實他現在把他這個 駐基辅的大使館就開始關閉了 因為美方有獲得情報說 接下來會有重大的空襲 所以20號開始是關閉的 那北約的國家也做了同樣的決定 那這北約國家當中 包括了希臘、中亞利、義大利 跟西班牙都是關閉了使館 那現在還有烏軍的這個軍情顯示說 俄羅斯正在打的是心理戰 所以他也特別在社群媒體上警告說 不要相信這一些流傳在市面上 飛彈會威脅的假消息等等 好 我們想要特別請教Rus 就是美國關閉大使館 也不是說一次兩次 也常常做這樣的決定 關閉以色列的使館 那這個標準是什麼 美國是真的探知到 有一些些的危險性了嗎 標準是有沒有具體的 親自說這個地方會有被攻擊 每一個大使館都有安全部門 安全部門是來自國務員 那另外有海軍陸戰隊的警衛 那第三也有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都在 每一個大使館都有相關的人士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獲得相關的情勢 他們就會進行這個關閉的動作 那其實當然是美國不想關閉大使館 因為這個表面上有一點不好看 那就是等同美國很害怕 那當然國務員不想發出類似的訊息 但是如果真的有情勢的話 他們就會關閉了 那美國既然是這麼做 那其他國家 剛剛說北約國家也跟進嘛 他們是很相信 他們要給美國面子吧 如果美國關閉 西遊國家不關 北約國家不關閉 那真的是沒有給美國面子 所以他是真的相信美國的情資嗎 當然 他們會認為美國的情資是最標準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看看這幾款武器 能對烏克蘭的戰力有多大的提升 首先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總統拜登批准向烏克蘭提供的這一款武器 叫做反步兵地雷 是加強烏軍 它可以做更好的一個防禦力 另外一款武器是捷克制的 這個叫做迪塔輪式自走流炮彈 火炮規格適用在北約型的這一款炮彈 我們請華乾哥來幫我們看這一款 來自於德國的輪式流炮 有了它之後可以提升多大的戰力 來對抗俄羅斯嗎 這種武器我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叫做捷克製造的迪塔 八輪自走炮 迪塔這種自走炮 我講一句實在話 對於俄羅斯前線的話 是有很大的影響跟威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自走炮 我們台灣已經買到了 快要進來了 這個自走炮 在烏克蘭的士兵的他們的評價裡面 非常的高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八輪自走炮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特性 它其實我跟你講 它其實很大一台 但是裡面很寬敞 就不太像二式武器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說很多用過二式武器的人都說 俄羅斯的自走炮跟那個火炮 你人在裡面 就等於躺在那邊一樣 然後不能動 然後也不能彎腰 但是這個迪塔 迪塔它其實已經有30年了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準確度 它的炮彈的準確度高 而且你知道嗎 它可以馬上離開現場 也就是說打了就跑 打帶跑 統統可以做 它打完了馬上離開陣地 你根本打不到它 它就類似像德國的PZ2000自走炮一樣 那麼先進 它一次它就可以騎射 它在五分鐘之內 打完它的炮彈 跑 你根本找不到它 所以迪塔這種自走炮 對於烏克蘭本身的士兵來講的話 有非常崇高的評價 那我們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其實去年他們才剛剛 今年去了捷克 那去年還接見了捷克的訪問團 所以說其實我們也可以得到像這樣子的火炮 那對於提升我們非常落後的炮兵 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對於烏克蘭來講 它是如虎添翼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部隊要特別注意 Dita這種自走炮 好 所以接下來可能在這個俄戰場上 會看到各種新型的武器會持續的在投入 現在從戰爭到現在其實已經滿一千天了 打了很久 但是我們來看看烏克蘭到底有沒有達成一開始 他原本戰爭他的訴求 其實他就是希望加入北約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開戰以來 現在看到烏克蘭人口部分先是減少了一千萬人 那法國的這位前總統歐蘭德他說 普丁正在準備的是烏克蘭的投降 這將讓烏克蘭人是難以忍受的 同時他也說這對歐洲來說根本是一種侮辱 另外在這次的G20的峰會期間 土耳其正式提出了和平計劃 竟然是說希望烏克蘭十年內不能加入北約來換停火 那另外一方面中國的外長王毅 則是在巴西跟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會面了 王毅他特別強調中俄之間的這種友好關係 他還特別提到說 明年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80週年了 所以說我們中俄要共同辦好這次的紀念活動 來捍衛二戰的成功勝利 那澤倫斯基他也同樣在國際上喊話 他呼籲國際社會不要害怕對俄羅斯做更多的制裁 他同時也說明年可以達成和平 這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看到戰爭打了半天 現在這個土耳其又突然間說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 那到底一開始到底在打什麼 那這時候北京又跳出來說話了 有什麼特別值得關注的焦點嗎 委員怎麼看 澤倫斯基希望明年能夠達成和平 我認為根本就是鬼話連篇 澤倫斯基已經是公信力蕩然無存的一個國家領導人了 那麼今天就在這個時刻 美國剛剛關閉了他們在烏克蘭的大使館 在基輔的大使館 同時美國鄭重市井 可以在基輔所有的美國僑民 說就在今天11月20號 這個基輔將會發生重大的空襲事件 所以希望他們要注意好他們自己的安全 基輔過去被俄羅斯空襲過很多次 但是美國很少關閉他在烏克蘭的大使館 但是這一次美國關閉了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 這代表的是美國知道 基輔極有可能要面對來自於俄羅斯的報復的怒火 所以就如同我剛才講的 今天好處是美國拿了 拜登拿走了 可是所有的後果卻要讓烏克蘭的人民來承受 今天如果真的就是一枚戰術核武炸在基輔 那對基輔的人民來說它是何其無辜 烏克蘭的人民到現在已經少了上千萬人了 就是因為為了滿足拜登的計謀 滿足澤倫斯基的野心 烏克蘭跟俄羅斯這兩個國家莫名其妙地打了兩年 打了兩年之後這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生命 就這樣在戰場上消失掉了 剛才施敏說打了兩年有沒有加入北約 沒有加入北約啊 一點都沒有加入北約 加入北約這件事情從頭到尾恐怕就是一個假議題 那既然是一個假議題我好奇的是 拜登那個時候你幹什麼要去鼓勵哲倫斯基呢 或者是你哲倫斯基你是腦袋燒壞了嗎 你難道不知道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有什麼必要在那個時刻去應拜登這樣的鼓舞 然後去採取這樣的行動呢 各位如果仔細看一下在過去歐洲的這段期間 歐洲過去出了幾個相當了不起傑出的政治人物 比如說德國的梅克爾 比如說英國的薩庫吉 他們當時就是為了要避免爆發俄烏戰爭 所以他們不斷地穿梭在這個歐洲和俄羅斯之間 不斷地在對莫斯科保證 絕對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所以這個莫斯科不需要動武 包含像辛明斯克協議 也是這兩個人一手推動促成的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歐洲有頭腦 有遠見的領導人都知道 只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就是災難 否則你以為梅克爾閒著沒事幹嗎 在他要現任前了 他還不忘這件事 還要再次跑到莫斯科 再次把這件事情來做一次溝通跟化解 所以土耳其今天提的東西 其實是歐洲在過去這十幾年來 有遠見的領袖大家共同的看法 就是凍結烏克蘭加入北約 讓烏克蘭成為一個中立地帶 這也是普丁原本很卑微的要求 所以今天是把北約把你的部隊 把你的影響力 把你的設備推到了歐洲 這個推到了俄羅斯的邊境 所以你才逼著俄羅斯 逼著他必須要發動戰爭 捍衛他自己的國家安全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個雖然我對愛爾多安這個 很充滿爭議的政治路過去沒什麼好感 但是我必須說土耳其的愛爾多安在最近的兩件事情上 他真的是表達了絕對足夠的政治正確了 第一個是以哈戰爭 他幾乎是全世界第一個跳出來跟以色列斷交 而且斷絕所有經貿關係的國家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這個俄烏戰爭上 他從頭到尾 他論述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他都是希望好那就維持現狀開始停戰 烏克蘭不要加入北約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清楚簡單明白 俄烏要停戰的答案也很明瞭的擺在桌上了 只是我很好奇的是拜登也好 澤倫斯基也好 還有歐洲這些250的政治領袖 難道你們沒有看清楚嗎 為什麼有什麼必要還要繼續在這個戰爭的泥鬧裡頭 繼續的犧牲人命 變成一個人肉攪拌機在裡頭呢 那你說北京在這個時候為什麼要出來講話 我覺得其實北京現在面臨到外界的一些挑戰 就是北京認為說第一 在俄烏戰爭的過程當中 北京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 這是西方國家現在還正在積極的調查 說北京有沒有秘密的提供無人機給俄羅斯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個國際政治的學者又在評估說 因為川普當選之後 川普極有可能拉攏俄羅斯來列解中俄之間的結盟 拉攏了俄羅斯專心對付中國 所以當時這個大家就開始懷疑說 中俄之間的結盟的態勢 在川普當選之後是不是還能夠這麼的堅固 那麼我覺得王毅在這個時候跳出來的發言 就是明白地告訴全世界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背靠背的關係 是上不封頂的結盟關係 不會因為任何的理由而改變他們的立場 好我們看到這場戰爭確實 涉及的人非常多 有很多的政客在裡面搞鬼 那犧牲的都是俄烏自己的士兵 而且這場戰爭也同時讓美俄之間的關係破裂 不過隨著川普即將要回來入主白宮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關係稍微回歸正常 甚至美俄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不是可能聯合起來來對抗中國 我們也要持續來看 這是來自於塔斯社的報導 克公說俄羅斯已經準備好 要跟美國恢復正常的關係了 但是他也特別強調不會獨自的跳探狗 也就是說美國還是要做一些動作的 再來看到是現在也克公發言人正式的證實 普丁接下來會訪問印度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接下來的美俄的關係 有沒有可能聯合抗中 那為什麼這時候又要訪問印度呢 桑子哥如何看 我想在現在接下來 川普拜登要卸任了 川普要上任 在這個短短的 雖然兩個月的 而且他美國要進行交接 但某方來講 他確實一個權力價值意志的 過去來講應該是個真空 或者是一個陰陽交錯階段 只沒講說拜登現在 竟然還在發動烏克蘭戰爭 所以在這個國際 以美國為主的權力開始要轉換 你也可以說真空的時候 你就知道像類似印度這樣的人就蠻厲害的 就是他們這裡要重新定義 你要知道 美國現在如果整個國家意志 在國際佈局當中的定義完全不同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相對於美國關係 每一個國家跟彼此其他國家的相對關係 都要重新定義 所以你就會看到現在普丁已經開始有動作了 那麼幾個部分的大國 剛剛前面也講了 包括中俄的外長其實也見面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印度每到這種關鍵時刻 就要跳出來 所以我們要看看印度接下來 你不要小看喔 我覺得印度也是一個微妙的指標 要知道烏克蘭戰爭期間全世界一亂 印度人那個非常鮮明跟很狡猾 你可以這樣講的部分的這種外交手段當中 體現了淋漓盡致 那麼每一個人都在尋找定義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包括延續剛剛大天所提到的 現在全世界其實蠻大關注的 因為影響最大就美俄關係 但到目前為止 包括克里姆林宮方面 俄羅斯的媒體也表達說 克里姆林宮正在準備 美俄關係恢復正常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從普丁俄羅斯的角度 川普現在就要上任去 美俄關係可以有所調整的 可是你說調整到真的是 美俄聯合來對抗中國 我覺得不可能 首先第一個部分 各位不要忘了 現在俄羅斯可是 他的黃金 他的國家的儲備 扣在美國 被美國扣住的多少錢 然後升起的利息 拿美國拿這個利息來付 變成是支付烏克蘭戰爭 給烏克蘭先生的錢 也就是說現在你要和平關鍵 先把我扣在你的資產拿回來 我認為現在俄羅斯 即使要跟美國川普正常化 他要把在這一次 戰爭當中被美國制裁的 這個非常驚人的經驗 你要開始把一些 這都是國力啊 否則現前盧布跟最後的 俄羅斯的儲備當中 受到巨大的影響 所以對比來說 跟中國呢 俄羅斯跟中國不只是 現在在這次烏克蘭戰爭當中 大家被靠背這麼緊密 也不要忘了 除了剛剛講法西斯明年八十年 人家什麼金磚中俄啊 人家南方國家中俄 人家上核會議 你能想像現在有多少 包括金融組織非美國的 包括現在各方面的整合 這都是中國俄羅斯 聯手搭建起來的 怎麼可能為了一個美國 或為了一個川普改變 而且要確定 對於俄羅斯來說 中國這麼長久以來的 國家政策這麼穩定 而現在美國過去 我們認為應該是最穩定的 現在完全就是一下冷一下熱一下冷 這麼樣的部分的擺盪 而川普就這樣的性格 普丁是老KGB 普丁根本不是笨蛋 如果是個菜鳥可能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不是 川普要怎麼弄俄羅斯 我始終都一直覺得主題是 普丁會怎麼弄川普 大家應該要看清楚 主客的這個部分的角色吧